现代人愈来愈多晚婚,不过现在似乎有股风潮反奇 而行,有种连结婚年龄都M型社会的感觉 一般来说很多人会认为太早结婚不好,会不负责任,不重视小孩教育等等,或许从 比例上来看,的确是年纪稍长的人比较懂得雇小孩,可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其实年纪都30,40岁,还是不会雇小孩的人多的事 根据报道,有名萌妹就在网络上分享自己16岁就生小孩的事 结果竟然一堆酸民乱骂,最近在脸书,就有一名被网友封炸,今年才二 零岁的她,在脸书晒照,自己孩子今年4岁,16岁就生小孩 这名20岁萌妹说,自己在国中就休学结婚,现在育有一名4岁儿子 她在脸书晒照,却被许多网友说没教养,甚至说她没用,还要靠父母 萌妹受不了网友封炸,入PO文反击 她说自己休学是因为对读书没兴趣,之后报名学化妆,现在是一名 从怀孕到生下小孩都是她一人照顾,有时候婆婆会帮忙 她还说自己有在经营网拍,完全不靠父母 在2017年就自己买了一辆二手丰田维奥斯,甚至还买了更多东西,完全没有要父母出任何一毛钱 目前她一个月收入就能达到7,8万台币,虽然是个年轻妈咪,比很多女生都努力 萌妹在脸书上反问那些批评她的网友 我想问讽刺我的那些人20岁之前的你们拥有过什么 也是一样靠父母凭什么说我们这些早婚早育的妈妈,不敢相信居然有4岁儿子 其实我觉得婆婆啊靠自己加油,网友们表示,网络上不要太过认真,或许在网络上认识你 但在现实碰到面都只是擦身而过,所以看到这些不好留言,一笑而过就算 本人92年,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我觉得我们做妈妈的其实不容易,外人怎么看没关系,只有我们的孩子 知道我们对他们的用心就好了,加油,不用管那些讽刺的,闲言闲语的,自己做对就可以了,做自己就对 如果你肯负起责任那你就是最棒的妈妈嘴巴掌在别人的脸上 你控制不住他们的嘴做好自己带好孩子就好加油你可以的,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用跟人说,自己知道就 好,讲了给人酸,然后自己那边生气,何苦,请不要活在人家眼里和嘴里 你是为你自己生活,生活精不精彩,就靠你自己的努力,记得不要羡慕别人,请记得做到别人羡慕你 大把人看不起你,但是却忘记自己还看不清自己 没有早婚的并不代表以后他会幸福,即使结婚了也爱你不代表能够一生一世,没 有读书并不代表不会成功,在我眼里有更多的成功人士都是中学都没毕业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